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想都会有点可怕 但既然绕不过去 那也只能小心点过 人老了吗 少不了个七灾八病的 俗语里就有这么一句人老有两侃 暗九大过天 提醒人老了之后 要注意两侃和暗九 老人们说 过了两侃和暗九 人能活到九十九 活到九十九这事不好说 到底两侃和暗九是什么意思呢 一 人老两个侃 熬过就长寿 是一句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 这句话意味深长 也很贴切 它指的是人生中的两个关键时期 如果能够成功地渡过这两个侃 那么人就有可能享受更长寿的生命 那么 这里的两个侃具体指啥呢 又有哪些说法呢 下面就与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第一个侃是中年 在这个时期 人们往往经历职业压力 家庭责任 财务问题 身体健康等多种压力 这些压力往往会给人们带来一系列的身心困扰 例如 职业压力可能会让人感到工作压力大 缺乏满足感和归属感 家庭责任可能会让人感到家庭矛盾 育儿难题和经济负担 财务问题可能会让人感到经济压力和不安全感 身体健康问题可能会让人感到疲惫 病痛和不适 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够适应这些压力和问题 很容易出现身心健康问题 甚至影响到人的寿命 那么 如何度过这个坎呢? 首先 要学会减轻压力 积极面对问题 避免产生抑郁 焦虑等负面情绪 其次 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饮食健康 适度锻炼 保证充足睡眠等 此外 要寻找生活中的快乐点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以更好地应对压力和问题 第二个坎是老年 在这个时期 人们往往面临身体健康 经济压力和社会孤立等问题 身体健康问题可能会导致疾病和失能 经济压力可能会让人面临生活上的困难 社会孤立可能会让人感到孤独和无助 这些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甚至缩短他们的寿命 那么 如何度过这个坎呢? 首先 要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尽可能地保持社交活动和交友 避免感到孤独和无助 其次 要注意身体健康 保持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及时就医治疗身体问题 此外 要继续学习和参与社会活动 保持身心活力 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 这有助于应对经济压力和社会孤立 另外 根据民间传说 我国古代的两位大圣人 孔子和孟子分别活到了73岁和84岁 因此 民间认为73岁和84岁 是老年人生命安全的显年 也是老年人的两个坎 需要我们来特别关注和照顾 因为 在70岁左右 人体的各种器官开始衰老 免疫系统和抗病能力也逐渐下降 因此 老年人更容易感染疾病 发生各种健康问题 而到了80岁左右 由于身体机能的进一步衰退 老年人更容易发生严重的疾病和意外事故 如心脑血管疾病 骨折 跌倒等 如果老人安稳地度过了73岁和84岁 那就可以更长寿 总的来说 人老两个坎 熬过就长寿 这句话揭示了人们在中年和老年阶段 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 对于每个人来说 度过这两个坎需要的是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以适应不同的生活阶段和面临的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地迈向健康长寿的道路 二 明酒不可怕 暗酒大过天 除了73 84这两个坎 人的一生还有许多暗酒关口需要度过 在古代 酒是最大的树 治阳之树 古人说逢酒彼难 酒又分为明酒和暗酒 所谓明酒 就是像2019 109这种年份 又或者人的19岁 29岁 99岁等 而暗酒 则是指酒的倍数的年份或年龄 比如18岁 54岁 主要是指54岁之后的酒的倍数 因为54岁之前 人还年轻 补出意外死亡的几率不大 而54岁之后 人的身体逐渐老化 特别是古代人均寿命本就不长 所以54岁之后 每逢暗酒 就是一个大关口 古人对暗酒 确实十分忌讳 每到这个关口 都要进行祈福 比如 《红楼梦》就有这一说法 抵88回 老太太因明年81岁 是个暗酒 许下一场九周夜的功德 发心要写3650一部金刚经 这一发出外面人写了 很多人说 逢九年是不顺的 就像对于老人来说 寒冷的冬天是最难熬的 因为老人的年纪大抗寒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所以说冬天是他们的砍 对于逢九年也是这样 那么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逢九是个砍什么意思 逢九是个砍指 每逢九年运势会很动荡 恐有大难或者凶事 逢九必衰 逢九必凶 这是长期以来 人们对逢九年做出的总结 人到逢九年运势 就会有大的转变 如果这一年过得好 以后的八年就会过得好 反之如果这一年过得不好 接下来八年的运势也不会好 逢九年这一年的运势非常关键 可能遇到很多不顺的事 甚至多灾多难 逢九年分为明九年和暗九年 明九年指本人 虚岁年龄出现代久 即九岁 十九岁 二十九岁 三十九岁等 按九年指本人 虚岁年龄已久的倍数出现 即九岁 十八岁 二十七年 三十六岁等 民间有逢九不出门的说法 人们在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一些规律 也就是九的倍数 对人生是一道坎 民间传说每年的初期夜和阴历的七月初一 是阎王爷查询生死部的时间 并且会对逢九的人随机点卯 不分男女老幼 每年两次点到谁算谁 被阎王点到的人民当年都会离去 因此有不能出门的说法 主要只不要出远门 如何化解逢九年不顺 零妖 穿红的衣级红腰带化解 因为鬼魅剧怕红颜色 红颜色衣服可驱邪必灾 所以人们每到逢九年 特别是汉族人 身穿红背心 红裤衩 腰扎红腰带 大年三十出夕夜和阴历七月初一夜闭门不出 由家人陪同下平安度过那个时辰 零二 逢九年拜流年太岁化解 过年的时候 在家中供流年太岁神位 摆设供品 诸如香煮 清茶 水果 点心等 并有特定的仪式来祭拜流年太岁 祈求太岁保佑自己及家人顺遂 零三 逢九年佩戴护身浮华解 为了让自己不要被外邪所侵 增强自身正能量 佩戴有专人制作的护身服 也是很多朋友在逢九年的选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